看看啊 下禮拜来就没有那么漂亮的 台风天民众冒雨出门采买 不过就怕菜价上涨 大部分的人前一天早已采购完毕 也有人趁着台风假 赶快把物资一次买齐 台北名将市场人潮少了六到七成 业者比顾客还多 买气相对冷清 而前来采买的民众也有提到 对菜价上涨很有感 最近的菜价比较高 高厘菜比较贵吧 今天大概差了大概五六块以上 应该台风有点影响 其实今天很多都没开 台风来袭影响菜价 不过实际询问摊商 这两天蔬菜类没有上涨 反而下跌 高厘菜一斤价格从48元降到45 小白菜一斤从45元降到40元 新疆菜和茄子也大约都降了一到两成 摊商指出这样的现象跟需求量有关 刚好放台风价 而且餐饮业都休息 所以它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多了 这一两天 它的台风的雨有落在于中南部的话 那叶菜类就可能会再上涨 由于台风来前的预期心理 前一天才早上十点 市场的菜就都被抢光光 需求量大增 价格相对较贵 隔天来看 菜价上还放着满满的蔬菜 价格反而不受影响 只不过等到台风过后 也要看中南部产地情况 可能还有不动空间 曾经营想陈一轩 台北相报的